说一说防疫啊 昨天我们说了新冠病毒疫苗第三针 在国内很多地方都陆续开打了 当时没有提到辽宁啊 昨天晚上辽宁的好消息就来了 是的 从14号开始 我省正式启动新冠病毒疫苗 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那么此次呢 加强免疫的接种对象 为已完成灭灰疫苗 全程接种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 像职业暴露风险较高的人群 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 和维持社会正常生产生活运行人员 都是优先接种人群 是的 同时呢 对符合条件 而且有接种需要的其他人群 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 现阶段加强免疫接种 在完成接种6个月之后实施 使用已接种过的原疫苗 进行加强免疫 那么优先接种新冠肺炎 感染高风险人群 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 关键岗位人员 以属地政府单位或行业 为组织集体接种 其他符合加强免疫条件 有意愿的市民朋友 请就近前往原基础 新冠疫苗接种地儿 来进行加强接种 进一步增强免疫效力 感谢观看